大家好,我是Trisha,歡迎收聽安保足球快訊 利物浦誓要大殺特殺 在星期五凌晨英超第24輪有場焦點大戰 就是利物浦主場迎戰李斯特城 而利物浦去到2022年之後 取得各項賽事五勝兩和的不敗戰績 而且當家球星沙拉已經歸隊 他希望在非國盃失管的不快情緒裡盡快發洩出來 今次面對目前不在狀態的李斯特城 利物浦必定會一步守循環交鋒落敗的一戰之手 自從2022年以來 利物浦三線齊頭並進 他們不止聯賽盃和足重盃相繼晉級 而且在聯賽方面亦有介跡 從而目前各項賽事是取得五勝兩和不敗戰績 球隊可以壞多線開花 狀態相當不錯 但要指出是利物浦目前聯賽爭冠形勢也不容樂觀 雖然他們排名的積分榜第二 但在小鐵一輪的情況下 已經落後榜首位置的萬成多達9分 利物浦如果想爭奪冠軍的話 不單要贏更多比賽 而還要寄莫曼城在後面的比賽出現失分才行 所以球隊目前是戰意十足的 另外由於沙迪奪文尼跟隨大隊回到賽內加以慶祝奪得非國杯冠軍 所以這位核心將會較遲的時間回到利物浦報道 所以無緣參加今輪聯賽了 而沙迪就不同了 她跟失非國杯冠軍之後 馬上回到利物浦報道 並且參加了球隊的訓練 利物浦的球迷希望這位當阿克的球星可以在今場比賽中發洩她跟失非國杯冠軍的不快情緒 另外雖然說沙迪長途拔洩回到球隊 體能有所不足 有機會今場未必出場 但利物浦在風釋上也有不少選擇 就像祖達、輝明盧等球員都可以為重任 而南亞托什近期在國家隊和球會裡的比賽都有入球 並且得到主帥高普的清閘 同時又有新門路易斯戴亞斯在東窗來頭 這位攻擊手進一步增強球隊的火力 值得一提是兩隊今季聯賽手和交鋒裡 利物浦在佔據優勢的情況下 0比1輸給利斯特成 那場比賽 利物浦無論在控球上還是射門次數上都遙遙領利斯特成 但最終被利斯特成只有一次射證的機會贏了歌場比賽 這對利物浦簡直是一場難以接受的敗仗 今次在於利斯特成 利物浦的球員勢必會一發心裡的滿氣 一定勢要在主場贏得這場比賽去實現復仇 與今場對手利物浦相比 利斯特成今季聯賽的表現差得多 去到2022年之後 他們的表現依舊沒有太大改善 首先在上週末的竹種杯 以1比4大敗給英冠球隊落定咸森林出局 而聯賽方面也處於連續不成當中 利斯特成上輪聯賽有 帕神大卡首開紀錄的情況下 最終都被中油分子巴拉頓1比1迫禍 還以今兩輪聯賽借得一圍一負的劣跡 球隊的狀態令人擔憂 不僅如此 利斯特成出現兩輪聯賽不勝之後 他們目前只有26分排名積分榜中油位置 這個積分想要衝擊歐戰區有一定的難度 至於護級上也不太穩 所以說接下來的比賽不容掉以輕心 他們是需要爭勝搶分 也要指出的是 雖然說利斯特成金像是充滿戰意 並且希望實現聯賽雙殺禮物浦 而主席班頓羅渣士 就希望歷史上第二位 實現聯賽雙殺的前禮物浦主席 但是 金像比賽取勝難度非常之大 利斯特成想要實現狀距的話 也不容易 始終 禮物浦在各方面是佔據優勢 而且金像比賽還帶著復仇心態出戰 所以說戰鬥力是倍增 更加不利是 主將詹美華迪 以及由莊尼伊雲斯為首的四位後衛 都因傷無緣出戰 在這方面來看 利斯特成的後防線相決嚴重 對於球隊的後防來說 是一個大隱患 所以說金像比賽 利斯特成似乎已經是打定輸數 好球不等人 馬上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glor拜託 大隱患 好球 看這些 好球 看這些 這麼可搭